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已经是我拉丁美洲旅行的第两个月了 虽然说我在bilibi的视频才更新到第七天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在拉丁美洲这块旅行 他们的网络设施非常非常的差 经常一个视频要上传一天的时间 那么在我过去两年的留学和旅行当中呢 我被问到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相信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第一点呢就是如何去打开一个多彩的留学生活方式 第二点呢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 如何办理很多国家的他们的一些签证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何在旅行当中 能既省钱又能玩的出彩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去和大家去分享 我在留学还有旅行过程当中一些经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也希望对你们能够取到帮助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如何增加中国护照的含金量 说的直白一点呢 就是如何增加中国护照的免签国家 那其实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跟签证有关的特别反人的问题 像是哪些国家需要办理签证 办理签证需要什么条件 哪些国家可以申请电子签证 这些问题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骚扰着我 目前来说呢中国的护照免签国家是64个 在全世界排在第74位 和乌干达并列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如何去增加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申请发达国家的签证 来增加中国护照的免签出行国家 这些发达国家的签证 他们的作用真的不能小觑 在我最近两个月的拉丁美洲四国旅行当中 我的护照都是免签通行的 没有办理任何他们的国家的签证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签证的终极目标 美国十年签证 还有申根的多年多次往返签证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两个签证呢 有两个理由 那么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目前欧洲有26个申根国 这26个申根国呢包括了欧洲的所有热门旅行国家 像德国 法国 西班牙 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包含在内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申根的多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话 你的护照免签出行国家 可以从64个增加到90个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拿到美国的10年签证 如果你拿到了美国的10年签证的话 不单单意味着你可以进入美国那么简单 加勒比海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墨西哥 哥斯达利加 巴拿马 多姆尼加共和国等11个国家 都是给你免签的 这样的话你的免签出行国家 又可以从90个增加到101个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拉丁美洲的旅行过程当中呢 都可以无障碍的免签同行 当然除了这11个国家之外呢 菲律宾还有韩国都是给你过境的免签停留时间的 这样的话如果你拿到的申根多年多次往返签证 还有美国的10年签证的话 你的护照免签出行国家可以增加到104个 而且签其他国家的签证的时候 你的签证通过率会大大的增加 那么说到底为什么美国签证 还有申根的多年多次往返签证这么好用呢 简单一点说的话 就是你在签别的国家的签证的时候 签证官最看重的就是你有没有移民倾向 想象一下现在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 如果你能通过美国的签证的话 能通过他们移民倾向的验证的话 那么别的国家给你签证的时候 在别的国家签证官面试你的时候 有什么理由会怀疑你的移民倾向呢 这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 所以说有了美国签证 还有申根多年多次往返签证的时候 在签别的国家的签证的时候 也特别容易通过了 介绍完这些签证的好处呢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获得这些签证 这些签证都是有极大含金量的 所以说获得这些签证 也就不是特别的简单 不过通过以下步骤 你也可以有一本说走就走的护照 首先我们先想象一下 如果你去申请美国签证 为什么会被拒签 那么我身边朋友的话 他们有很多申请美国签证被拒签的 给出的理由也多种多样 那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你提供的资料 签证官没法撇清你的移民倾向 就是怀疑你有移民倾向 所以说你才会被拒签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提供的资料 来证明你没有滞留在美国的倾向 就是想去玩玩而已 那么哪些资料可以大大的帮助你 撇清这些移民倾向呢 第一点就是你有良好的出境记录 所谓的良好的出境记录 就是你在去美国之前 签美国签证之前 你已经有很多的出境记录了 这样当美国签证官看到你的护照 有很多国家的签证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相信你只是一个旅行者而已 并没有在别的国家滞留的倾向 那么第二点就是强大的关系连接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你是一个单身男性 或者说单身女性没有很高的工资 也没有很好的出境记录 第一个国家就想去美国玩的话 那么美国签证官一定会怀疑你有一名倾向 不过你要是有很大的关系连接性 像是和父母一起去签美国签证 或者说你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再加上你的房产车展证明的话 那么这样就能证明你在国内 有很强大的关系连接性 并不只是简单的去美国玩一趟就滞留在那 你是有归国原因的 也是有归国牵挂的 所以说这样签证官的话也更容易给你签证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有雄厚的资金 如果你在提供资料的时候 提供了50套房站 或者说提供了50套车展 签证官确实没有理由你在美国的滞留倾向 毕竟你有这么雄厚的资金在国内 那么如果这三点你都做到了的话 签美国签证其实就不是那么难了 但是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 很不切实际 不过不要担心 其实你只要有了第一点良好的出境记录的话 再加上你简单的旅行目的性 美国签证是很容易过签的 那么现在如何有效的增加良好的出境记录呢 我的建议是呢 第一步你可以先去一些东南亚国家去玩 像是老挝柬埔寨越南还有泰国 到那边游泳游晒晒太阳价格不会太贵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去日本和韩国 他们都是离中国非常近的发达国家 拿到他们的签证的话也更有说服力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拿到深耕的单次往返签证 如果你拿到这个签证的话 那其实美国的通过率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 当你拿到美国十年签证的时候 以后签其他国家的时候 他们的通过率都会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有一些国家还会给你走一些程序简化的步骤 像是你去加拿大的话 美国签证是疫情条件之一 如果你拿到美国签证的话 加拿大的手续会减少不少 当然拿到这个签证并不意味着 你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畅无阻 像是中东这些和西方国家有仇的地区呢 你拿到那会儿的签证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李色列和巴基斯坦 他们两个国家互相不对付 你拿到了任何国家的一个签证 都不能去到另一个国家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获得美国十年签证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说不了这么多 以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方式呢 也并不是必须的 我身边有一些白本的朋友 就是护照上一个国家出行记录都没有 他们最终也拿到了美国的十年签证 不过就我所知呢 他们拿到美国这个签证的原因呢 一般都是通过公司拿到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商务出行 并不是个人旅行 商务出行和个人旅行都会拿到V2签证 但是他们的原因不同 如果你是商务旅行的话 美国的一些公司会给你发过来邀请盘 这样的信服力的话 比你的出境记录 比你的雄厚的资金要高很多 所以说这也是他们白本 能够拿到美国十年签证的一个原因 当你拿到美国十年签证的时候 就可以尝试一下 申根的多年多次往返签证了 申根的多年多次往返签证呢 不会一次性给你 随着你去申根国家次数的增多 它会给你一年的申根多年多次往返签证 然后到两年 最多会给你五年 当你拿到美国十年签证 和申根多年多次往返签证的时候 你的护照真的能给你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最后我们简单聊一下 看完这个视频 可能大家都会问到的问题 你们可能会想 签证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 钱才是 如果没有几个矿场的话 真的能出国旅行吗 我的答案是 当然可以 这个当然可以呢 是要看你怎么玩了 如果你出门就想住四五星酒店 而且都要花最大的价钱 去体验最好的项目 出门就打出租车 回来的时候还不忘在免税店 买个几万块钱的奢侈品 那么这样的玩法的话 确实需要几个矿场 所以说如果没有很高的预算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换一个玩法 这个玩法呢 国内叫做穷游 我其实个人来说的话 不是很喜欢这个词 关于这个低预算的玩法 在国家他们有一种概念 叫做Gap Year 中文叫做间隔年 在我过去的两年旅行过程当中呢 我遇见了无数无数的欧洲 还有美国的他们的一些年轻人 在进行自己的间隔年 他们间隔年的预算是非常非常低的 是你想象不出来的低 我见过很多人 他们为了节省青年旅社的费用 去买一个帐篷 每天搭帐篷睡在海边 或者说睡在汽车站 去节省旅行的费用 他们的省钱放置 真的是省得丧心兵狂 那么所谓的这个穷游 还有Gap Year呢 并不是说你没钱也要玩 我想要分享的这个观点的核心呢 就是你用最少的钱 去更深入的玩 这两个不是相互抵触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很高很高的预算 出国的话 五四五星酒店 然后去体验各种游船 各种游艇 像在非洲的动物大迁移 在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呢 你只能是去体验这个世界当中 他们特别表面的东西 特别夸张的东西 你并不能深入到当地的生活 去跟当地人进行思想的碰撞 去跟他们更多的交流文化的差异 相信之前大家也在各种马蜂窝 或者说群游网上 看过很多的深度游的攻略 其实这些所谓的深度游攻略呢 最终也不过是逛遍了 那个国家的所有景点 吃遍了那个国家所有的好吃的 我所定义的深度旅游呢 是一次沟通交流分享的旅行 我可以花很少的钱去住青年旅社 我也可以花很少的钱 去解决温饱问题 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不能停止和有意思的人 进行沟通分享还有交流 在2017年初 我用了不到一万块钱 从西双版纳坐车到会晒 又从会晒在湄公河上 漂了两天一夜到达朗博拉邦 在万荣体验了超级便宜的 华索攀棉还有坦栋 最后一路走到了老国最南端的 四千美岛 结束了东南亚的旅行 之后呢 我去到了希腊 用了不到一千块钱 在克里德岛旅居了一个月 深入当地的生活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 度过了我在希腊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那么现在呢 我在赤道的另一边 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秘鲁 我在这块找了一份在青年旅社的工作 他们这块给我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 还有平常的三餐 那么作为交换 我能为他们做的呢 就是给他们的青年旅社做一些宣传视频 因为现在我在做Vlog 所以我随身带着相机 还有古人机 这些设备已经可以 基本上满足我为他们做宣传视频的 一些基本需求了 这也是我可以现在免费在这生活的原因 那么在未来的视频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墨西哥 在哥斯大利加 以及现在的秘鲁 我的一些旅行经历 之后呢 我也会制作更多的视频 去跟大家分享 我在旅行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如何去解决的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还有投币啊 我们下期再见